大家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今天是禮拜日 2月12日 禮拜日 肥坤今天來到大三百 我們看一看 旅客朋友 來這裡玩的朋友 我們八卦去看一看 肥坤休息了兩三天 去了香港和大陸 純粹是出門八下 大鄉你出城 幾年沒有出澳門 拍了片都不敢說 怕說錯 有機會再重新 收拾你的片 才放出來 時間是12點半 今天也有些旅行團 今天的情況就好像春節一樣 跟上春節的人流 又有團 又有散客 又有 崩崩姐姐放假出來拍照 玩 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又有團 又有散客 在澳門 快閃 快閃 我們在這裡繞個圈 在居高 牌坊上 看上去 也有幾多人 這段時間來 我們玩得不錯 春節 很多店鋪都關了門 想吃東西 都找不到位 想買一下 買一些特色的東西 都未開門 現在就全部開了 店鋪都開了 給朋友很多選擇 來澳門的人流 旅客都不錯 這個星期六星期 都蠻擠涌 分流了 附近的街道 旺了一點 附近街道 進去澳門的內街 就無法受惠 還是很冷清 由於交通方便 很多朋友都是 坐巴士 巴士都很方便 的士比較難接 好多人都搶的士操 好難接到車 巴士就一段時間 鬆一點 一段時間 多些客人 即是傍晚 或者早上 就緊張一點 排方腳的店鋪很多 都開了 很多食物都開了 這裏有幾檔牛雜檔 生意都不錯 到處都賣牛雜 到處都拿著一盤 好 澳門的牛雜 都頗受歡迎 可能價錢不是貴 幾十元一盤 可以慢慢享受一下味道 來這一區也好 也有免費試吃 不買都可以試吃 每間吃一兩塊 有香口 你吃杏仁餅也可以 蛋卷也可以 牛肉乾也可以 吃完可以不買 很多朋友都來這裏 吃點東西 最重要是拿著水 因為新鮮出爐 都頗為確保 旅遊區 也有很多警察 服裝是不同的 這些屬於旅遊警察 認識幾種語言 英文 粵語 國語 所以他們的服裝是不同的 可以解答旅客的問題 可以有疑難問警察 尤其是這種服裝的警察 大衣室 大衣室 這條街 基本上的手信鋪 全部都開了 還有個別幾間店舖 接換老闆 等新老闆 可以說可以比得上春節那段時間 人流都不錯 幸好就不怕人逼人 今天出來逛街 有腦有亂 想長者也很多 年輕人佔多數 我們沿著石板路 一路走下去 賣草地 我們轉出去板像堂 看看 那麽 那麽 有報導 就說 澳門的賭業 就是少了賭客 但是肥坤經那些賭場 基本上都是 爆發的 逼得滿了 那麽兩種形式都有 純粹是消費買東西的一種 玩一下娛樂一下 另外有一種 那麽出來玩兩手 都不少人的 我們會在這裡 可以在 pulled 放少許時間 看看怎麼樣 還要繼續這樣 現在更是時間比較短 還要看一多多個多個月 或者是半年 因為很多店舖都還未能開上 这个时间是12点多 吃饭时间 周边的茶餐厅都坐到满了 有些就想着零食 医肚就算了 这两个肥群没有拍摄 出去了香港和大陆 外面的关口都几繁忙 几多人 迫也不太迫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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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快就來到市政廳廣場 今時今日,整條新馬路由頭到尾都這麼多人 以前近十六浦那邊都很靜 現在一樣是這麼多人走 尤其是福隆新街那邊 那條花街 多了好多人走 吃飯時間 肥坤都要找個地方坐,喝杯東西 吃個飯 吃完飯繼續走 補回一條素 這裏是新馬路的油證局 見人 時車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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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坐下喝一杯 叫了咖喱薯仔焗豬扒飯 價錢又不是貴 58元 用電話找數減10元 即是48元落樓